He sees you when you're sleeping He knows when you're away 耶誕節前青島著名景點 德國總督樓舊址 辦起耶誕市集 在登市耶誕樹 耶誕老人玩偶點綴下 彷彿一秒到歐洲 市集還吸引定居青島 超過十年的美國民眾擺攤 Hello 你好 Merry Christmas My name is Janai I'm from the US I'm Mexican American 這是甜的 鹹的 這是米西哥的餅乾 椰子跟牛奶 市集有琳琅滿目的手工藝品 還有耶誕節絕不能缺席的熱紅酒 既奔溫馨浪漫 只不過就是規模偏小了一點 到了12月 青島許多地方都辦起了耶誕市集 但規模都不大 像現在我們所在的地方 是網路討論度非常高的童話市集 但現場也不過就是 100公尺的路上 大概20個攤位 很多的學校都不推薦過洋節 我覺得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新鮮感了吧 不會在學校過 因為我們是自己家庭啊朋友 同事去組織的 學校沒有過聖誕節喔 其實還是看個人啦 還有你的圈子啊這些 不是說每個人都會過 相較於台灣私立幼兒園或是學校 都會在耶誕節舉辦活動熱鬧一下 大陸學校則是幾乎都對過耶誕節這件事 持保守態度 因為年輕人現在生活壓力都很大嘛 過節是一個很難得的放鬆的機會 傳統節日可能就是你要跟家人一起過嘛 然後禮儀要會更繁瑣一些 這種洋節就是完全屬於年輕人了 華爾街日報報道 大陸11月投資和消費支出的成長低於經濟學家預期 凸顯大陸經濟在第三季回升後又失去動能 並且再次陷入困境 在經濟前景不明的情況下 藉由耶誕節替生活增添儀式感 成為部分大陸年輕人紓壓出口 TVBS新聞程序 林敏珍 山東青島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